千亦 我們可以進一步的聯想 我們之前不是有講小積分嗎 你可以看小積分的形式 其實就是符合我們剛講的型式 針對小積分而言 這個就是你的 fz fz就是等於 1 1 is always analytic 在那個斗面 分母就是 z 減 a 的 n 次方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帶我們剛剛講的 generalize 的 case 的話 它應該是等它右邊這個公式 因為你這邊是 n 的話 這邊要降一階變 n 減一階 然後這邊是變 n 減一階的微分 你可以這樣繼續看 這個就是把這個函數 fz 基本上就是 最正確的 case 就是 1 去為分 n 減 1 次 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只會等於什麼 就只有兩個而已 當我的 n 在分母是 1 的時候 如果分母是 z 減 a 放在分母 z 減 a 的 n 上放在 1 的話 n 是 1 如果是放在整個的話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負 1 次方 這個時候你就 1 減 1 凌接 就是 z 代 f 的 10 所以這一定要變 1 1 前上 2 pi i 我寫這樣比較好 我換一下順序 所以你會發現 n 等於 1 的時候 它的這個小積分值 的確是等於 2 pi i 的 這兩個 case 是完全沒有矛盾的 那一旦 n 不等於 1 n 等於 2 啊 3 啊 4 啊 你先變成 2 的話就 2 減 1 你就要開始為分了 只要 n 大於的話你就要為分了 1 這個 constant 為分 就要開始被為分 就是 0 對不對 所以它會等於 0 所以你看小積分基本上它只是一個 generalized culture integral theorem的一個特例而已 什麼特例呢 我的 fz 等於 1 對不對 所以很 ok 的啦 對不對 好 那當然如果 n 是負的話 就不用算它了 n 等於負的話代表它從分母翻到分子去 整個函數是變成多項式的函數 它是可解析的 當然單子就是 0 嘛 對不對 好 就代那個 coach theorem 就好 所以 好 我再多寫個 n 是小 是負的啦 ok 嘛 0 的話就是 1 嘛 也無所謂啦 也不要有 0 不行不行 1 的話 1 的話可以啊 1 的話撈 1000 是 0 1 的話是可解析 1 的話是可解析 好 來 那我們上個題目 我把題目抄一下 上個題目我們就要結束 23 章 1 的話 1 的話 2 的話 1 的話 2 的話 3 的話 2 的話 3 2 好 可以同學我們花兩分鐘來算這個題目就好 這一題就直接代公式了 因為你先看它那個c 它c 是一個單位圓 以圓點為圓形的單位圓 c 所以在這個圓裡面 我們有沒有起一點 有 因為z3次方 在地方0次它起一點 而且是3階的 所以這時候該怎麼算直接代公式 所以 i 會等於二拍不說先寫二拍 i 再說 粉母各位同學要除以幾階來一起寫一下 我們先來練習回去就輕鬆了 是不是要將一階 你看這邊 如果這裡是n 的話 外面是n-1 所以3-1 這樣一階 那這裡也是一樣 這邊怎樣 然後我的fz 就是 exponential z 四方 所以變成 3-1 是 2 2 階就是 2 然後分子分母相下拍 0 代進去 exponential 的 exponential z 次方 為分一次還是 exponential z 次方 為兩次還是 exponential z 次方 然後 z 等於 0 代進去就是 exponential 0 這是 1 所以這是答案 很簡單吧 對不對 的確是你用兩分種子就可以算出來 所以以前沒有這個公式的時候 這個硬算不知道怎麼算 現在透過我們發展這三個公式會很好算 那接下來第二個是課本題目 大家回去練習一下 我們的邏輯就是這樣子 一開始是帶一個的 然後後來進階可以做到變形的 跟剛剛上一堂課一樣 課本Case我寫給大家算一下 從不足で也設定了 把 morning μου因素 課本類都能 beyond 除了禎好 發展到 epidemi City的官司 所有導致的解釋 是不 Cristo 好 大家會去刷這一題本題目 它的這個都是一些 Polynomial function 的組合 然後它的c 是這邊 c 是以3為圓心半徑是2的一個圓 那我們去算一下 好 去算一下 練習一下 因為你要試著要變形了 把一個大圓變成 你看裡面 你看到裡面Single point 這是0嘛 這是正2嘛 這是正4嘛 0在這裡 所以不用管它 然後正2在這裡 哇 要理它了 4在這裡 也是要理它 所以你最後會變形 會變 只是跟我們剛剛會變這樣子一個case 要算兩個再相加 一樣道理 算兩個再相加 回去練習一下 好 我們要結束23章囉 可以嗎 那結束前我問一個小問題好了 來 當場驗證一下 像我們剛剛這題應該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我們上課直接當場想 這個是所謂的c 假設我針對的是一個c1 今天題目給你也是這個一個c1 那我們這邊改成是c1的話 這樣積分出來會是多少 好 假設我 因為這種積分它的答案取決你的那個contour 那我們剛剛的黑板算是白色這個contour 假設我今天要算是紅色這個的話 我積分值出來答案是多少 來 有沒有要舉手的 我們請剛剛考100的舉個手 我們挑一個好了 來 剛剛有好幾個100分的舉手來 應該有嘛對不對 有嘛 來 這應該多少 對 應該是0嘛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有沒有包到任何起點 沒有 沒有 所以在這個紅色裡面整個函數 exponential 技術上 Z3 它整個函數是analytic 整個函數都是analytic的話 你去做積分 在一個closed path去做積分 答案是0 為什麼 因為那是culture theory 第一個 好 第一個theory 所以很明顯的 你要看它沒有包到 針對被積分這個函數 你要看它沒有包到起點 沒有的話就是0 有的話你就要去做處理了 像這種case好處理 那假設有更複雜的函數怎麼處理 那個就是要用到流數定理 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24章 好 來 我們往24章走 好 整個公書那麼厚厚一本書的最後一章 它講了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太勒極數 太勒極數當然我們很熟悉嘛 因為我們下一節公書一開始第13章就有講太勒極數 對不對 然後這邊也是再講也是太勒極數 那差異在哪邊呢 差異是說以前的那個變數 函數裡面那個變數 以前是時數 現在改成是complex number 所以 Let's see 我們看一下 變數由時數變負數的時候 之前學的還會 能不能再繼續沿用 那第二個部分這個可能是新的 另外一種極數叫做Lawrant Series 那下禮拜再跟大家講 今天應該是講不到 講完它之後就可以講流數定理 這個流是殘流的那個流 流下來 residuum 殘流那個流 流數定理 我們一個來 好 那剛剛講的就是24-1 Introduction 所以我們直接從24-2 來講 24-2就講Series 還有Tales Series 那很多都是共通的啦 講到極數 以前就有講過極數 在第四章對不對 我們第四章在講POWER Series的時候 就有講過極數 有沒有印象 第四章大家會先講 先講那個Series 極數 講完之後再講POWER Series 對不對 那一樣我們仿造同樣的邏輯 我們先講極數 再講POWER Series 那它也是一樣 這是一個嘛 SN嘛 然後 N你可以從1開始看人家數到多少 I到J J可以甚至可以到無窮大 它的表示方式就是S1 加 我應該不要用S 我用另外一個 我看我用什麼符號 我用C 它變C1加C2加到CN 那這整個總和我們叫做S S就是SUM的意思 就是它通通這些數字盒 這個就叫做極數了 那以前這邊的C啊 都是real number 我們現在改成complex number Let's see Nothing more than that 大概是這樣子 那講到極數 我們第一個會聯想的 想要問的問題就是說這個極數 特別是講它是一個無窮極數 比方說各位同學 Sorry 這邊應該是J 好 來 我們進一步延伸 各位同學 假設這個J 它這個是所謂有限的極數對不對 假設我的J 你前面把它加上一個Limit J區距無窮大好了 它變成一個無窮極數了 對不對 那針對所謂的無窮極數的話 我們第一個直覺想問的問題是說 它既然是一個無窮的東西的核 那它的核 會不會是收斂 對不對 這個我們看到無窮極數 第一個想問的就是它到底收斂還是發散 所以我們要探討 那怎樣去判斷它是收斂或發散 有三個方法 好 我們這有三個方法來試著幫助我們去判斷它是有沒有收斂 那第一個是這樣子 我們check一下Limit CN 好 我們N區距無窮大好了 假設一個無窮極數它是收斂的話 那當它N區距無窮大它最後那幾個數字應該是要B距離是0 才行 如果它不為贏就糗了 一般是很小是0.1 只是0.1很小 可是你有無窮多個 無窮多個0.1 你最後一個都是0.1 那前面再加起來 無窮多個加起來鐵定是爆掉嘛 所以這個必須要等於0 假設 我在講的時候 假設一個極數 無窮極數它是收斂的話 那麼它的這個CN N區距無窮大的時候必須要為0才行 這應該大家都可以接受對不對 不過你聽我講假設代表我已經有前提了 我的前提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 這個無窮極數是收斂的 所以它這個條件是一個 necessary condition 它是一個必要條件 它有沒有充分 它沒有 它不是充分 它是一個必要條件 必要條件是說 我之前常常愛講的例子 愛開玩笑 和尚就是光頭嘛 你有一個前提和尚 我來一個和尚 然後它是光頭 這對的 可是反過頭來光頭是和尚 不太對 光頭有可能是凸質嘛 對 假設它最後像是0 它這個無窮極數會不會收斂 不見得喔 所以這第一個方法 好不好用 不太好用 因為它只是一個necessary condition 沒有關係我們還有兩招 我們要比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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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我們針對一個極數 無窮極數 sigma 我們可以從0大寫無窮大 我還是用c好了 假設我們已經已知這個極數會是收斂的 那我們就拿它當我們的標竿 我們把它當作我們的benchmark去比較 跟我們想要測上去 你拿另外一個不知道的東西去比 比一比 如果我拿這個跟它比 那我竹像都比它小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應該是收斂了 因為我確定它是收斂了 我拿應該就跟它比 然後我只要竹像比它小 我一定是收斂 甚至我不需要竹像比它小 我也有可能收斂 我也許前幾項比它大 但是後面 後面那麼多的無窮像都比它小 那我還是收斂 因為我前面那幾個項是 我知道它的大小 我加起來它是一個有限值 加後面再怎麼加 也不會加到無窮大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法 我把它寫完整 你們筆記上應該有 我看要不要抄一下敘述 你們可以看我的筆記嗎 那個嘴巴敘述的抄起來很浪費時間 你們看一下我的筆記有第二個特色 符號可能用的不太一樣 不過它的精神就是我剛講的 就是你要找個東西當那個對照組去比 你知的對照組 其實這件事情很重要 其實以後你們幾年之後 你們變成是研究生 你們在寫報告的時候 這個就很重要 因為大家平常 你們現在寫報告寫文章 會說我這個data很好 或是我這個值很高 或是我算出來這個質量很重 像寫這種 你用這種形容詞在報告 通常都會被你的指導教授退回去 像我是一定會退的 因為這種都是很主觀的形容詞 你說很好 可能你覺得好我覺得不好 對不對 你說很高很快 或是算出來這個濃度很高或怎麼樣 我可能覺得很低 所以 我們在描述事情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相對性 好跟壞是相對的 快跟慢是相對的 什麼都是相對的 所以我們要 這個小訣竅 我們在寫科技文章的時候 要客觀的敘述事情 要有一個比較才行 對不對 比方說我問你 你會說你會覺得Roger Federer很厲害嗎 對不對 那你看跟誰比 跟我比很厲害 那你跟那個什麼 Jokovic比他就不厲害了 所以就是說他利不利害 完全取決跟誰比 所以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就是利用這個比較法去判斷它 那你一定要有一個標準東西 以資的去當的reference 好 我們來算一題 0 1 加 i 減 好 我們這邊有個比假法 我這邊沒有寫敘述 不過比的時候還是有些Mega的 大家注意一下 比的時候要拿它的 因為它這邊 這個極速 極速代表它有可正可負的出現 所以我們都要取它的絕對值 假設你是 因為取絕對值已經是worst case 絕對值的話 是代表它都正的嘛 正的加起來一定會比較大 一定會 所以它一定是worst case 假設你發現都取絕對值 它都正的 加起來是收斂的話 那我有正負出現的話 鐵釘還是收 應該是要收斂才對 所以我們來比它 這要注意 我用紅色好了 真正要比的時候要加絕對值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等於N皆分之1 對不對 因為 i 取絕對值1 那是N皆 我們取正的 因為N是這邊 N是正的 不用加絕對值 然後我們要跟什麼東西比 假設 這個有點tricky 這個有點可能事後諸葛 這個N皆分之1會小於2的N次方分之1 當N要大一個數字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大多少 N等於2的話這是4嘛 2分之1是沒有3 3的話它就是8 這是6 4 4就可以了 有沒有 沒有 應該這樣 當 1皆 我看到3 3皆是6嘛 2 3是8 4的話就6 4 對不對 8 4 從4開始以上 這個分母就會比它大了 所以翻過來 好 的確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 我這個N皆分之1會小於2的N次方之1 雖然不是每一項都小 但是 當前三項比它大之外 後面 從第四項開始以後都會比它 還要 還要小了 換句話說 我們現在跟中間比比看 Sigma 各位同學 Sigma2分 2的N分之1 這個 這個極數是收斂還是發散 它這個應該是一個收斂的極數 有沒有 這個 它是卡 你可以看它 你可以 PS 來 假設我們看 1-t的N次方 這個東西 我們以前不是會因式分解嗎 1-t的N次方等於多少 1加t 加t平方 sorry 這個 這個 1加t 加t平方 加加加加加加加 加到t的N-1次方 以前不是有學這個嗎 好 那假設N是趨勁無窮大 然後t 等於2分之1 你看 那就是這樣子 那個 t-2分之1 然後t等於2分之1 你看喔 那就是這樣子 那個 t-2分之1 是吧 所以這個等於 這個值上你可以算 它等於2 是這樣子 這個是1加2分之1次方 加2分之2的平方 2分之3次方 因為t是2分之1嘛 所以這個就等於這個 然後這也是1-2分之1 就是2分之1 所以 所以移過來 2分之1移過去就 變2嘛 所以這個東西是等於2的 2是收斂的啊 那我現在知道我這個級數 比這個 比它小 那它還是收斂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比較法 不過有點tricky啦 我覺得也不是很好用啦 因為 因為你平白無故要想到這個 有一點challenge 大多數是你做過了 知道它背下來 以後遇到再用它 所以 所以 這是第二招 第二招 不過我們還是教一下 大家記一下 怎麼可能 你遇到 第一次遇到不知道 第二次可能就知道 第二個你可能要記得是這個 這個叫geometric series 這種級數會常會見到 這種級數 綠色的 1加t 1加t平方 換句話就是這一種東西 t的n次方 這種叫做它有一個名字 這個 這個叫做geometric series 很明顯的 你會發現當t 小於1的時候 這種級數是收斂還是發散 它是收斂的 t 以這題為言 t是1 2分之1 只要t是小於1的話 它會收斂喔 這個 這個要記一下 這個因為我們 耳後會反覆的用它 用這個geometric series 好 接下來我們講第三個方法 叫測試法 第三個方法 Ratial test 第三個Ratial test 就是說 你一個無窮級數嘛 Sigma 我們用 C好了 C這個符號 cn n等於0或1都ok 好用0好了 如果它要收斂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的n 趨近無窮大的時候 我的cn 除上這個 各位同學 應該要小於0還是大於0 應該要小於0才對 要不然我越後面 如果是大 不是0啊 sorry 1啊 因為它筆子要小於1 如果它不是小於1 代表它那個數字會越來越大 對不對 那越來越大你當然加起來 不可能會收斂 所以是要這樣子 所以這個case的話 我們發現 它是 這個 我寫這邊 它會是一個conversion 萬一 這個比值是大於1的話 它鐵定是發散 divergent 好第三個case有沒有可能等於1 也有 那怎麼辦 不知道 這個 沒辦法測試 它到底收斂的發散 是 我不知道答案 non-available 所以 你要先make sure它的比值要小於1 那個ratio要小於1 它才會是conversion的一個series 這是第三個方法 所以我們summarize 一下總共很快速的提了三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你最後一個cn ngt五雄大 那個ten要為0 最後一定要收斂到底 最後一個相較到底才有機會 不過那個方法不好用 我比較常用的是第二個 就是comparison test 還有最後一個ratio test 這三個方法都在幫助我們判斷它是收斂跟發散 不過老實講各位同學 這地方跟第四章講的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快一點 因為第四章也有講這個 第四章有講series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power series 剛剛我們講的是series 現在要講的是power series 那這兩個中間的差異性在哪裡 什麼是power series 換句話說power series跟我們講的極速series 它的差異性在哪邊 差在這裡power series它有帶有函數的喔 當你這邊寫cn 它是一個series 那怎樣才能變一個power series呢 你要再加上多項式在後面 看你要針對哪一點展開 只要我們針對a好了 寫成這樣就是power series 寫成這樣就是power series 寫成這樣就是power series ok嗎 所以要多上一個函數 這個你有多這個之後它就變power series 沒有它的話就叫series 所以其實我們看過power series 已經看過很多次了 不管是從上學期開始 上學期不是一個power series solution嗎 寫OD的嗎 下一集我們的13章講的 泰勒極速也就是一個power series 因為泰勒極速裡面有前面的係數 還有後面的多項式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power series 我們再次的講一下這個名詞 好 那接下來我們想探討一下power series 它到底收斂的區間或怎麼樣 因為它有一個函數在嘛 所以你要講它收斂或發散的話 必須要對應到說 它是在哪個範疇內收斂跟發散 因為z不可能在整個domain都是 那麼絕大分開不會說它整個domain都是收斂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去判斷它的收斂性 你說它是收斂之後還要去進步講它在什麼範圍內收斂 怎麼樣去回答這個問題呢 事實上我們就利用剛剛講的第三個方法 用那個ratial test 你看看喔 假設它要收斂的話 它等於說limit 我n 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 我的兩項cn加1 z-a 的n加1次方 那最後它一個term 除上cn z-a n 理論上我們剛剛要小於1才對 好 所以我們把它處理一下 你看喔 所以前面係數變成cn加1 除上cn 這邊有一個 後面呢 分子是n加1次方 除上分母的n次方 變成z-a 照到你這個東西要小於1才行 那ratial要小於1 如果它大於鐵定式發生就爆掉了 等於0 可能不知道 當然要小於1就是收斂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知道要小於1 那假設各位同學 假設你令這個的ratial是1 over l 有導數啦 可能大家會注意一下使用 假設我們知道這個ratial cn加1 除上cn等於1 over l 或者說你把它導過來就是cn cn加1等於l 可以嗎 再注意一下 這邊是導數cn加1 除上是1 over l 如果是設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這一個 各位同學 z-a 要小於多少 l 這是為什麼我們現在故意設成l分子 因為你要把它移到一下嘛 所以我們把它翻過來 所以事先把它變成分母 翻過去變成分子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它的收斂半徑 假設人家畫圖的話 這個就是它的收斂半徑 radius of convergence 就是這個樣子 假設你畫圖的話就是這樣子 我針對某一點a 為圓心畫一個圓 z-a 絕對值 z-a的絕對值就是代表半徑 我的半徑是多少 L 在這個disc裡面 我都是收斂的 這就是它的收斂半徑 好 好 到目前為止沒有問題 好 我們這邊講的是power series power series 首先我們先講一下 什麼叫做power series 它的形式 它的名詞 是這樣子 它就是前面有個係數 還要再乘上個polynomial function 好 把它乘起來 這個以前我們都有看過 對 然後 正在這種power series 我們要去探討它的收斂性 以及它收斂的半徑 因為你有一個函數 所以你要有一個範疇給它 那怎麼去判斷呢 我們用筆值測試法 ratial test 就是n加1那個turn 除上n那個turn 它筆值應該要小於1才行 所以我們就把它照定義帶進去 很快的我們會發現到 萬一它前面那個係數 cn加1 除上cn 它的係數比 是等於1除上l的話 那l當然是要有限值 因為l不能為0 對不對 l不能為0 那你待會兒你會發現 我的收斂半徑就是 在l ok 那總之間看出來 很快就可以得出來 來 那這樣子各位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問的 應該還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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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來看看 太大級數應該講不到 那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那 好吧 那 那 我看 我看 你怎麼會佔吧 你怎麼會有筆 visitor 你怎麼會有筆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 小于z0-a 好 我们下课前8分钟我们来证一下这个辅助定理 那其实这个有点老口 这个是文字叙数 我用画图就你会更清楚 假设有一个power series在这边 Cn 系数乘上这个普通纳没有方语 各位同学它针对哪一点去展开 针对z 等 a 这一点去展开 假设我画一个z 等 a 这是一个power series 针对这一点我去做一个展开 然后有一个先取条件 我们假设你知道这个power series 是在z 等于z 等 在某一点你知道它是收敛的 好 随便你随便画一个z 等 假设这一点就是所谓z 等 假设你知道这个power series 在这一点是收敛 那如果你知道它这件事情的话 那代表什么事情呢 代表在以 a 为圓形 然后 z 等到 z 为半径的 这个 disk 里面 这一段就是 z 等减 a 然后在这整个 disk 里面 open disk 代表open 的 代表这个应该画虚线 不包括边界 在整个 disk 里面 它都是收敛的 它的定理是这样子 好 再讲一次喔 你本来只知道在这一点 我这个power series 是收敛 对不对 然后你真的爱点它 可是我一旦知道 它在静大圈里收敛的话 代表我可以推演到 在整个以它为圓形 这个为半径的 这么一个 disk 范畴内 我在里面随便你找任意一点 它都会是收敛的 这个就是它这个定理 我们来证一下 其实蛮好证的 我们来证一下就下课 好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函数 z 减 a 这个power series 不是函数 是power series converges at z 等于 z0 那我就把 z0 带进去 那我就知道这个 cn z0 减 a 应该是一个有限值嘛 对不对 我在这点的时候 我在 z 等于 z 那点 我带进去它是必须有限值 如果它是这个无穹值 那就爆掉了 对不对 是这样子 当 n 七金无穹大的时候 我cn z0 减 a n 次方 是不是有限 那就求啦 对不对 如果它是一个 finite 的 一个 number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某一个值 k 所以 cn z0 减 a 小于某一个正的值 k 我把它加绝对值 可以吗 k 当然是正的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要把一项 cn 就小于 k z0 减 a 好 所以我们把它加绝对一项 是 这时候各位同学 这符号的两边 我们把它同乘上一个数 一个东西 就是 z 减 a 的 n 次方 然后它 等到右边也乘上 z 减 a 的 n 次方 所以它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 变成分子是 z 减 a 的 n 次方 除上分母 z0 减 a 的 n 次方 到这个步骤可以接受吗 这边 ok嘛 你就把它符号两边 同乘上 z 减 a 的 n 次方 把它乘上去 ok 好来 关键的步骤来了 你看一下这个 ratio 这个 ratio 我把第一区间 在这边 z0 减 a 是这一段 那 z 假设我说 我 z 就在 disk 里面 这个就是 z 随便 在 disk 随便一个 z 在这个 disk 里面 z 减 a 跟 z0 减 a 哪一个比较大 應該是 z0 减 a 比较大 它是 disk 的半径 它的 z 是在 disk 里面 所以各位同学 所以这个值我们把叫 t 这个 ratio 我把叫 t 好了 好不好 这个 t 是大于一还是小于一的 小于一的 它是小于一的喔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看喔 那这个值是我们刚刚说的有限值嘛 某一个 finite 的 很小的一个 finite 词 所以那这个东西是 你把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geometric series 你把它做 summation 好 那一个 这个 k t 这个东西 geometric 它是 converges 那我真的又比它小 所以我 以它对应出来的那个 positive 也会是收敛 这个用的就是比较烦 所以这样很快就可以得证了 然后下个前我讲一下它的 它的 它的精神是什么 它精神告诉我们 一个 power series 它的收敛的范畴 always 是一个 disk 你针对某一点 A 去展开 那它的收敛是什么 它就只有三个可能 第一个 第一个可能 你针对 A 去展开 它就在 A 那点是收敛 其他都发散 第二个可能 它就在某一个有限的区间 某一个 disk里面去收敛 第三个是它 always 是发散 就是这三个 就是说 它的精神这样 就是说我的收敛区间 是一个 disk 不会是三角形 不会是长方形 不会是什么其他 就是它 你可以导致说它应该是 对应到是一个 disk 你针对一点 A 去展开 然后你只要 make sure 在某一点 Z nut 它是收敛 要这个收敛的 不过前一次在里面 不能碰到起点 你要去 make sure 好 那我们今天可能先讲到这边 我今天是礼拜四 我本来预计先希望能够讲到泰勒集数 不过没有关系 那变成下礼拜二 下礼拜二回来 我们会讲两个集数同时讲 就讲泰勒集数跟 就泰勒集数跟Lowland集数 那在讲这个集数前 我希望同学做一点事先的 的那个 复习 回去熟悉一下那个 geometric series 搞不好你也不用复习 因为上课你讲过了 你大概要熟悉一下 那个geometric series 它那个的样子 因为我们在正泰勒集数 我们在正Lowland集数的时候 都要用到geometric series 回去花个十分钟看就可以 把那个geometric series 看一下 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子我们礼拜二来讲会比较快 好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